如果人生是場RPG遊戲 那生日大概就是存檔點吧 生日是一個繩路 沒有告訴哪裡 剛開完會肚子滿餓的 來吃個早餐吧 那我也有幫Yuki做早餐 因為他媽媽今天不在 Yuki講我們來早餐約會好不好 32歲最大的變化肯定是生小孩 開始負責一個小生命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伸展和挑戰 喔 吃到了 肚子餓了肚子餓了 來來來 慢慢吃慢慢吃 孩子睡著後 我才能脫下爸爸超人妝 回到以前習慣的世界 其實這整個冬天都沒有到非常冷 有說法是台北每下一次雨 就多冷個一天這樣子 我記得我去年的生日 也是走在這條街上拍Vlog 好好玩喔 買了關湖道 如果要做個總結 我會說是學習愛與珍惜的一歲 學習成家 珍惜生命的每個步伐 終於忙到一個段落了 準備來吃飯囉 老婆你回來了 老公 你為什麼要抓頭髮 我沒有抓頭髮 你現在在餵奶是不是 對啊 Yuki寶貝 那今天你生日有乖乖的嗎 我今天就抱著他一起睡啊 然後我剛剛還去買刮鬍刀刮鬍子 Yuki沒有你的話 不知道該怎麼辦耶 包姆阿姨說早上不能吃副食品 他會心情不好 蛤 這是我32歲生日的午餐 感謝包姆阿姨 他一定會幫我們煮喝療耶 真的嗎 自己還把那個 自己還把那個湯匙抓著 他還整個想要把它吞進去 時間無法倒流 小孩也沒辦法塞回老婆的肚子裡 但至少可以請保姆加班 好好來個夫妻Quality Time 而且它是景光餐廳耶 莫頓牛排館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做充電位置 我有跟他說你生日 希望幫我們安排充電位置 感覺會有禮物 我愛你 我不想把你的心有安排充電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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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和生日 其實老實說我們兩個已經不吃牛一段時間了 起碼半年多了 對啊 愛玲是想說如果有干事熟成的 美國和牛的話 就要點價局 就給你去吃一次就好 Should I close my eyes and never again Hold you tight, call you mine Think about you every time I remember that it's over Yeah You never break, you never lie You never ever scared of the dark 剪輯這部片的時候我們已經搬家到台南了 我會想念這段住在信譽區被101喚醒的時光 今年的我依舊忙碌 但最大的學習並不是在事業上 而是開始注重家庭和健康 幸好老婆跟我都有共識 這是幸福密碼 要喝個水然後還未來 不能再做大休息以外的事 每次生日都覺得這一歲 做了超多不一樣事情的感覺 以今年的里程碑來講的話 我覺得蠻命很驕傲的 我幫很多人找到一個可以配對交友的機會 而且還有人訂婚 還有抹開單生脫單的 然後我也因為自民大學的關係 有當講師 然後我在上個月還上TEDX的演講 直接解鎖人生成就 你還解鎖好多喔 現在毛巾的頻道也做得還不錯 就是以我這麼忙碌的狀況之下 以我們的變化快到我都覺得好像 不記錄會馬上忘記 我覺得我現在都還記得 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的一些心情跟我對今年的期許 然後沒想到都一一做到了 我覺得好不可思議 今年就這樣子吧 回過頭再看一下我去年 生日拍的Vlog影片 真的喔? 對啊 我就稍微看了一下那個時候的心情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紀錄 在幾年之後應該會對我自己覺得很有趣吧 我的生日是11月嘛 所以是在年尾 那明年就快到了 我們有滿多新的東西想要嘗試 就先不透露賣個關子 好啦 那這支影片大概就到今天 算是我一個隨手記錄生日 一天的Vlog 如果想關注我未來又做哪些新的事情的話 就歡迎訂閱毛巾頻道 為什麼別人要管你回來的 就對我們有興趣啊 為什麼要對我們有興趣 我們兩個都已經結婚了 明明應該在台南喔 對 哇 我們變化真的超快的耶 掰掰 喔 台北好冷 我也被修定 你是我的 벅roid 何害人 你愛 Value 你想要 nowhere 阿弥陀佛